我以為你讓港雲一起賣團隊 雙手和十項民眾拜託再拜託民進黨 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 帶著黨籍新人啟動車隊掃街行程 新世代 新動力 能夠讓鄉親能夠多認識他們 要拚議會過半 陳自敗母雞帶小雞 與新人同框拉高曝光度 而另一面對手柯智恩也有志 一同選14號開始車掃 說要繞著高雄跑 車掃拼人氣選擎陸戰模式 進入到第二階段 兩個人下午同樣選擇在美濃 但從行程來看 陳其邁從早上九點半出現在橋頭 一小時後又在岡山 休息一下下午三點又出現在美濃 看他行程表四點半 在大樹甚至到六點到南子 七點回到市區三明區 集中在北高雄跑了六個行政區 而客鎮從兩點開始 車隊掃街選擇在騎山美濃 時間點相同 雙方可能來個街頭相遇 選舉各自比拼彈 勞動部公布最新數據 近三年來六都工資成長率 高雄六都薪資成長率 居灌新北垫底 和柯鎮曾講的高雄低薪 似乎不一樣 這個都是我們市府這樣非常努力 我相信未來的高雄 我們一定會更進步 還要考慮到我們的物價 房價都在漲 都在漲的狀況之下面 你去看他可以支配的所得 你可支配的錢 這個部分才是讓人民 覺得是最有意義的 你看高雄還是只有贏過台南 那這樣的部分 還告訴我 我們高雄不夠低薪嗎 陳其邁承諾未來會更進步 柯鎮則提出數據反駁 懸戰倒數 藍綠陣陣營備戰 陣艦交鋒外 積極入戰組織 平勝選 三日新聞就會打理詳意 高雄採訪報導